独家探访蓝洁英香港所住公屋,揭秘春三十娘人生最后时光,今天11月3日凌晨香港一人蓝洁英被发现,倒闭在市住马坑村的住所内,享年55岁消息传出,网友纷纷发文,最美之朱经理是一片唏嘘,借着实地走访了蓝洁英生前在香港的寓所,去看看在当初演艺圈后,这位一代孕女最后的时光, 蓝生前寓所有些寒酸,是政府为生活困难市民提供从港岛区中心的中环广场,可以坐小巴前往赤柱,熟悉香港的人都知道赤柱海滩是香港知名的休闲度假之的,而赤柱也是香港高收入人群买房的最佳选择之一价格,比半山便宜又靠近海边,据传知名影星林青霞的别墅就在赤柱海边不过, 蓝洁英所住的马坑村就显得有些寒酸,了和赤柱广场附近独壮的别墅相比,马坑村有五壮十几层的高楼,组成而蓝洁英就住在其中的两马楼,尽管他去世的消息在凌晨,就已传出今天下午,依旧有大批香港媒体在楼下蹲守,据称蓝洁英就是倒在五楼自家厕所里, 洪矿处,东方网纵向新闻记者,从马坑村的居民处得知,这个小区是政府为生活困难的香港市民所提供的,基本上都是年纪很大,长期患病,单身后带着孩子的人才能申请得上的,一位住在这里的老太告诉记者, 最近,他发生了改变随后记者遇到了两马楼护委会主席古冯有先生,他告诉记者蓝洁英就住在两马楼五楼,凌晨来看望他的友人应该是来找蓝洁英喝酒抽烟的之前就一直这样了,有朋友或者影迷来给他送吃的,或者做饭,然后一起喝酒抽烟 古先生强调,家人或者是以前一起共事的一人没来探望过他,真的是很惨了 他邻居告诉我,打开门的时候有恶臭人倒在厕所里,据古先生回忆蓝洁英,五年前刚住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楼里的人并不欢迎他,每天早上五点他起床了就开始大叫,七点就出门坐小巴去赤住广场,上车也会大叫, 然后从那里走回来平时烟酒不离口,但是这几星期来,古先生却对他的印象产生了改观,他开始见到人会主动打招呼 挺客气的,许多楼里的居民告诉我蓝洁英变了,古先生,特别提到了他与蓝洁英的最后一面 十多天前我见到他,他的面色比之前好多了,之前一直泛黑,但奇怪的是,他的肚子变得很大还以为他怀孕了,没想到十多天前这一件就是最后一面 古先生对其过世,表达了晚期港媒记者,我亲眼见到他采访时不停扯头发,采访中不少当地记者也向东方网纵向新闻,描述了香港媒体眼中的蓝洁英 其实每个香港媒体都知道蓝洁英,有些风是真的,一位香港记者表示在这里的媒体前几年都和他做过访谈 我就亲眼见到他采访时不停扯头发,然后会一个人坐到边上抽烟,久而久之 蓝洁英,就成了港媒口中的四大颠簸,之一对于他的离开香港同行也表示,太可怜 那一开始他是住在烧鸡湾的,也是政府为无依无靠的香港人提供的住房 他亲属遭到娱乐圈大佬玩弄至于真相,可能永远不得而知了 下午四点左右,赤柱就下起了绵绵性雨,距离这里不远的赤柱广场 一直车来车往,前来度假休闲,的游客在山道中穿梭 蓝洁英走了就像网友在微博中写的一样 感谢他留给我们一个个美好的荧幕形象 最美之珠京,一路走好,蓝洁英奇人奇事 据了解蓝洁英是无线电视第十二期1983年 演员培训班学员同期有刘嘉玲、曾华倩、吴君如、刘青云、吴启华、陶大宇等毕业后 他出任了无限多部剧集的女主角 有烂角舞台山美玉,但因为个性孤傲 蓝洁英奇后一度被电视台雪藏九十年代 出货无限,邀请演出重头剧《大时代》 饰演罗慧玲玲姐一角搭档刘松仁 郑少修从少女演到中年富人 演技备受赞赏大时代剧照 大时代,剧照1995年参演周星史电影 《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和《大话西游》之《仙旅奇缘》 饰演之朱经一角,亦令观众留下深刻意象 《大话西游》剧照 蓝洁英,饰演春三十娘 《大话西游》剧照 蓝洁英饰演春三十娘 《大话西游》时期的蓝洁英原本前途一片光明 1998年九月蓝洁英 在香港潜水湾自驾翻车 送医后无大碍 但此后十余年屡次传出她精神异常的消息 还被港媒将她和陈宝连 蔡丰华,洪潮丰封为四大跌亡 2000年,她大闹温哥华机场 遭机场警方拘禁在精神病院时 多天几乎没有工作的她经济线困境 2005年申请破产后 仅靠香港政府救助生活 近年蓝洁英不断传出有精神疾病 也数度被媒体和路人拍到落魄模样 让人看了颇为心疼 而有传她精神状态不稳定 与早年遭到影坛大佬性侵 有关今年1月10日微博疯传 蓝洁英指控曾志伟性侵 影片领起网友热烈讨论 而曾志伟随后发表声明 否认烂绝舞台山 被一代美人55岁孤身猝死 家中命运这一路的安排和其坎坷 残忍希望很多年后 说起蓝洁英没有强奸 没有伤痛 没有精神失诚 没有穷克潦倒 只有一位风华绝代的美人 和她留下的精彩作品 桃花过处寸草不生 春三十娘一路好走